大家好,今天又跟大家跟進一下上海的疫情,因為現在上海的疫情 孫春蘭去了,她當時下的命令很狠,大家就說現在中央雷令風行,要你上海一定要搞定 其中有幾句說話漏了出來的,孫春蘭代傳口譽,代傳口譽指定限期裏面 其中一個十天,你們搞不定,上海動態清零來說,你們等著執包袱 真是死命令,是軍令狀,然後傳聞了,說明這個傳聞後來是假的 就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被懲罰打台,下面說什麼副市長等等,一大堆名 這個傳出來之後,香港有些人以為是真的,於是周圍傳說 你看這次,很英明神武,因為大家知道李強是習近平以前地方官員時候的大管家 是很信任,否則上海一個這麼重要的直立市,怎麼會被李強在那裡 假如李強又是因為這個疫情即時下台,這個是傳聞而已,是假的 不是未經證實,是證實了,眼前這一刻是假的 所以這個信息一出來之後,我們要跟新聞,我們要求證 這裡其實很關鍵說明一件事,就是按常理去推斷,李強是不應該因為這個疫情下台的 即使上海搞得不好,我分開兩方面來說,即使上海搞得不好 但是中國的政治不會是因為你處理某一件事,然後你是要負責 因為中國經常是說直接責任,不是說間接責任的,你作為一個這麼高層的領導 你當然是政治動向,你那個方向,打不打得穩,這個是間接責任而已 中國很少追究到這個,你說以前武漢那裡有沒有呢? 武漢和湖北兩層都有人捕了,但是過了冷何而已 所以李強說因為疫情抗疫不力而下台,這個信息出來之後又流傳的範圍 記住,不在國內的,在海外的,跟著又證實是假的 而且漏這個消息出來的範圍來說,大家知道難道我和你一般人可以拿到什麼? 所以從這個蛛絲馬跡裡面去看,於是就反映了幾件事 就是很可能都是因為現在上海老百姓對於抗疫不單只是抗疫疲勞 簡直是反彈,我稍後再講一些例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央高層等,他要想定,禁止了疫情之後 他怎樣去撫平民怨呢? 因為現在上海很多人覺得,如果你全部是給上海搞 按上海現在大家都互相配合,香港其實很配合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賓區清零,大家要接受 你現在那個高壓到,直接好像孫春蘭那樣說 你們搞不好,你們等著去撿包袱了,對官員說 這個命令一定是來自更高層的了,來自中央去上海了 而這個過程裡面,合不合乎上海本身的實際情況呢? 所以就是李強,你見大家早前來說,他是用結合當地實際的方法 但是後來現在不是說,還有更高層的硬指示下來 所以他就要做,做你準備得好的時候,市民反彈 所以現在這個說,不管那麼多,一定要堅決方向不動搖清零 無論以前的動態清零,或者現在社會,免清零 總之就是清零,變成這個由高層落到全國各方面 於是,出現了我經常說,上面有好者下有甚二 上面八十分,下面用二百分的力量去做 因為左不是問題,所以出現了全國有些很… 不知道是個別還是極端,有一個地方,盈南 他那裡周圍去查,檢測沒事,結果他那裡一個陽性個案都沒有 到最後是怎樣?到最後,他也要封城的,沒有個案啊 他也說不要緊,因為現在上面有清零,清零的時候呢 沒有人接觸的死城都不要緊,總之我要清零 這樣才可以保住烏紗帽,但這件事是不是矯方過正啊? 結果呢,李強的消息說他因為這個疫情而要炒魷魚等等 又不是在愚人節出現的,這就說明會不會是一些人事調動的其他因素出現 我不知道,我也不會因為這樣去到一個所謂的派系鬥爭 因為為什麼呢?從李強被問責這個訊息證明是假的之後已經很清楚 就是說習近平的力量如何去控制地方等等 哪個層面有事,哪個層面沒有事,或者因為什麼事有事,什麼事沒有事呢? 基本上都有一個所謂的規矩在到的了 而李強傳聞呢,他會在下一次二十大裡面呢,都是政治,都是更加高的了 不是單單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等等 所以這些傳聞呢,最低限度眼前呢,他在上海處理那個疫情 那個情況暫時不影響到李強的繼續上升 還有一點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就是在其他很多地方,吉林等等 出現了這個疫情,而且開始爆了,你看見救火大隊長孫春蘭是即時去到那裡的 但是呢,上海那個是過了某一段時候,然後孫春蘭才去的,也去到很快 這樣就可能有多事做了,那就離開了,武漢的時候他坐陣在那裡 好了,這裡如果從官場文化裡面去演繹呢,其中一個可能就是說,你不要這麼快中央派人去上海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顯示上海搞不定啊,所以給他時間,先搞定啊 然後呢,然後呢,然後呢,現在怎樣都由孫春蘭下去,那又代表什麼呢 那就是,從正面解讀就是中央關心啦,是吧 所以才有一個有經驗的副總理下去坐陣,那李強不是有事啊 因為李強是負責更全面,不是單單防疫嘛,那你都可以解讀的 但是,這樣呢,其實就是,某個程度上就是說,北京對李強那個的信任 或者給予更多機會,他這個可能性是大的,是吧 不會說因為這樣而下台,好了,從這裡呢,又帶到另一個中國政治文化 大家經常說,你經常說中國政治文化等等,我只能夠說 大家如果多點了解一下這些的特色,你是沒有書讀的,你也沒有文字寫得出來的 是靠在官場裡面,就是浸,我又不會做官,我只不過到處去八卦而已,採訪而已 那裡面呢,你可以看到,去看中國呢,必須要有中國的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去想的 好了,那有些國內的現象,我們看來有些香港的朋友有教我了,我又不懂的 那教我又怎樣呢?哎呀,夫子,你看看一件事啊 你看現在有些政策,明知道可能硬硬推下去,一定有反彈的 你只是看上海那個疫情,你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等等,是吧 那一定會有反彈的,是吧?那如果你是實事求是的,就聽一下意見 那接著呢,你調整吧,你可以繼續以你現在這個主流的方案 但是你中間有一些位置可以調整嘛,但是假如,如果你某一些位置 是你調整了之後,或者外面一個不同意,或者機場不同意等等 那個反彈之下調整,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面呢,就會產生一種副作用效應 就是決策的人,或者那一層不止一個,那一層就會覺得 我這個決策,被你下面的不同意,否決了,那會不會我這個決策 好像一個長題,開了一個口,然後這些反對越來越多的時候 然後,到最後會起骨太效應,那如果他是這樣擔心的時候 連一個其實可以互相鬆動一些的政策調整,他都會落實,不准動的了 因為他覺得動節吹崩,一個長題漏了一個洞 你給一個洞慢慢慢慢的時候,很可能那個長題都倒閉了 這個在透明度高的社會裡面,大家都會觀察到是不是這樣 但是在中國是未必的,但這個也是事實存在的 大家會看到,市民講很多話,到最後我是不喜歡的 於是大家看看林鄭月娥,戴口罩就知道 到最後最近她又戴,是不是市民的功勞或者壓力呢 我就覺得不是了,這個是中國政治心理學 以至中國每個官員有他的政治性格 那這些外國去研究中國不會從這些角度的 那你說對與不對呢,我只不過是說 有些人是從這樣去看,我也都不說 也都沒有辦法證明哪個東西對哪個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來講,大家就會看到了 就是現在有些決策,即使在地方裡面很反大 但是如果它認為是影響了穩定的,甚至上影響了高層決策的威信 甚至上連帶出現了一個龜派效應,它會影響到它覺得不舒服的 其實我經常說中國現在很穩定,穩定到雷打不動 但是如果還是覺得自己或者那個基礎不穩定的時候 那就不知道怎麼解決了 所以我就經常說幾人休天 或者怎樣也好,所以我們的焦點就多些放在老百姓那裡 上海這幾天有些新聞出來了,就說連一些區的負責人 都說你不要再叫我們了,我們崩潰了 這是新聞來的,香港的報紙,連建制的報紙都有這一類的 不過是小一點,跟著早前又出了一個消息就是國內上海附近都有方艙醫院 其中有一次這些隔離中心,火警啊,火警啊 我所知的新聞不是很大,但是有些人包括在香港裡面有些傳媒 他是得到國內方面某些證實,他說這些是有破壞性的 所謂破壞性的就是,不是自然失火的,究竟什麼原因呢 他引述的原因,我就不說了,因為說了他不知道會不會被人說你傳遙 總之就是說,有些人去問到底是不是自然失火 或者是不是因為非抗力的原因 總之這些大家去觀察,會不會有些社會反彈呢等等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其實我覺得更加要疏離老百姓的情緒 就是他的怨氣,即使按中國情況,你只可以按下來的 到最後都是風平浪靜的,但是這個就是慢慢慢慢去積累了很多民怨 到什麼時候會出現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毫毛呢? 現在這個現象不是明顯的,或者不是緊急的,但是從發展的角度 你都要想的,是不是?所以從上海的情況,大家繼續觀察吧 看看未來怎麼發展,總之無論在哪裡都好,保障自己身體 在自己的盛力範圍裡面都要努力做的,是不是?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